美中企业家商会是致力于促进美中两国主流企业之间CEO还有大公司的交流 拓展业务 协助投资 加强合作 美中企业家商会将会于8月1日10周年的庆典 该商会特别于雅凯迪亚市的表演中心举行了新闻的发布会 向在场的人士讲解庆典的细节 参加人数众多 场面也非常热闹 美中企业家商会会长孙文铁致辞欢迎嘉宾到场 他指出 美中企业家商会即将在2015年8月进入第10个年头 8月1日举行的10周年庆典 包括一个美中企业高峰论坛 目前已经接受邀请的嘉宾包括华盛顿州长 美国商务部部长驻华大使罗家辉 以及现任洛杉矶市长贾西提等 从中午12点到4点 在这个Arcadi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举办这个Symposium 然后请了非常多的中美的顶尖企业的CEO 还请了政府的官员跟当地的名人来参与 希望大家都能踊跃参加 孙文铁指出 过去的十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十年 伴随着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 经济发展 美中两国的企业利用美中企业家商会这个平台 双方携手合作 互相帮助 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坎坎 遇到了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商会本着互利 互惠 建立互信的各种努力 使我们商会有了很好的发展 从开始的 很少的企业 现在我们的企业团队 会员团队越来越壮大 美中企业家商会会员立志于分享知识和经验 以使自己和其他会员更加成功 分享皆在会员能够做出更有利的抉择 给会员创造更多的机会 使会员无论在个人还是事业上都能得到成长 美中企业家的会员包括来自各企业界的精英 商界的领袖与两国政要高层和企业高管有密切的联系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